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睽違八个多月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北上出席的行政院会 原来是为了武汉肺炎疫情来向中央提出纾困计划 这次韩国瑜没有派副手与会 他是亲自到行政院会 首要是针对即将开学学校的防疫物资 以及疫情对观光中小企业的冲击 请求中央协助纾困 表达意见之后马上又南下回到高雄坐镇 召开第七度的疫情应变会议 防疫是从作战韩国瑜第七次作战疫情应变会议 紧盯武汉肺炎疫情带来的连带影响 更为此南北奔波 这提报高雄市最大的需求 就是如果开学之后 那一起开设 如果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戴口罩 一天学生需要20万片 其他相关的防护人员各单位需要35万片 请中央能够特别重视 星期四上午突然现身台北行政院会 这也是时隔八个月之后 亲自出席表达高雄急迫需求 开学在即需要防疫物资 包含疫情冲击观光中小企业 各行各业受到牵连 身为高雄市大家长为疫情奔走 也不忘信心喊话 一个人心 一个是经济 希望市民朋友不用过度的害怕 也希望经济活动赶快恢复动能 去年六月列席 布满行政院事后把会中引上剪辑波网 南北电火球隔空护杠 因应武汉肺炎 韩国瑜再度参加行政院会 防疫当前态度柔软 中央跟地方真的是联手一条心在防疫 记者蔡婉如叶正云 SNG小组高雄报道